好 我們來看到這一次大選呢 感覺起來好像YouTuber呢 跟政治人物沒有這麼的靠近 也沒有一起拍影片等等 那是不是唯獨 孤勇者愛麗莎莎 跟柯文哲拍影片 那被質疑是不是有收錢在挺科啊 那到底真相是什麼呢 我們帶大家來看 好 這個呢 是百萬的這個YTR YouTuber愛麗莎莎 他本身呢 有這個124萬的訂閱 那在12月15號的時候 發布了這一則影片 跟柯文哲共度一天 那我們看到呢 這個觀看次數 兩天前觀看次數呢 就達到了145萬次 好 看到了這個愛麗莎莎 這個貼身 跟著柯文哲的一天 好 他就跟柯文哲聊到說啦 好 我們往下看到 在IG呢 問這個這一次的選舉 大家要想要投給誰 結果大概他有70%的粉絲 好像都是支持柯文哲的 好 他就回說 年輕人很高啦 但你不要說這個70歲以上 只有2%支持 我說天啊 這個到底怎麼一回事呢 那 愛麗莎莎繼續問說 愛你的人呢 最主要都是覺得說 你這個財政透明啊 是最不可能貪污的人 但很多人都覺得 你是一個仇女的人 因為柯文哲過去的一些言論等等 那他自己就說 自己剛出道江湖 就是從政的時候啦 的確 講話呢 比較隨便 現在呢 比較收斂了 那 愛麗莎莎說 就是呢 柯屁這邊好像感覺真的很沒錢耶 不管說造勢啊 廣告費用 好像都籌不出來 那我們來看到這個媒體人黃陽明 他說 過去曾經引發蠻多爭議的網紅 愛麗莎莎就靠著一日柯文哲影片 現在重回了YT熱門榜的第一名 好 那網友當然有一些正負的評價 有網友就說啦 敢為政治站出來的YTR少之又少 好像對她有點改觀 但是也有人說 莎莎別在那裡賣弄啊 節目已經沒有什麼點閱率了 好 沒內容等等 甚至呢 有人就懷疑說 愛麗莎莎她是不是有收錢 好 是不是業配等等 在挺柯文哲 好 那她就回應說 歡迎檢查 抓到我有收錢的話 我賠一百倍 給你喔 加油 好 這樣來回應 好 那她這個自己澄清就說 這是她自己提出來的一個邀請 製作政治議題的影片 完全沒有涉及到利益 沒有金錢往來 這個並不是業配 好 當然啦 她也賺到了流量嘛 都已經來到一百多萬次的一個觀看了 那麼我們來回顧一下喔 其實Youtuber的這些參與政治的盛況 在上一次的總統大選來說 2020年有高達28位的Youtuber 來拍影片呼籲大家返鄉投票 好 其實呢 這麼多的Youtuber 好 他們的粉絲人數 加總呢 是超過2000萬人的 包括這個影片看到呢 這個就是阿滴嘛 他呼籲大家返鄉投票 那甚至呢 過去的一些相關影片 這個呢 應該是這個 呃 這個 叫什麼 突然想不起來 這個酷炫他們 就是他們的影片呢 已經悄悄 反骨男孩啦 想起來了 但是呢 看到這個影片呢 也已經悄悄的下架了 好 大家就在講啦 四年前各種的Youtuber都站出來 要年輕人去投票 欸 為什麼這一次好像風向 完全不一樣了呢 好 有人呢 就解答 就說 欸 會不會是這幾年 出征體系發展的有夠誇張 好 包括這個網軍啊 綠營的側翼等等 反正你只要支持 跟我不一樣的 我可能就會出征你 好 所以呢 他們就覺得 哪一個網紅 想要沾染政治呢 那所以這一次大選 或許也是這一些 Youtuber跟政治人物 沒有靠這麼近 沒有拍影片的原因 現在看到呢 2024總統大選 這個已經在倒數了 那麼在野呢 藍白整合破局之後 柯文哲的民調支持度呢 是已經大幅度的下跌 現在呢 大概就在19%左右了 時事評論員董志森他就分析 他說 最主要呢 就是因為柯文哲的人設崩壞 過去很多人都覺得 他好像說話直來直往的 做事呢 比較公開透明 但是在藍白整合的這個會議啊 軍樂會當中發現呢 他好像心中呢 充滿了政治的算計 柯文哲現在一定也感到很緊張 很懊惱 因為他似乎也發現自己的人氣 好像是大不如前 現在所有民調支持度 柯文哲大概10到15 大概可以看到 那這個還會往下降 為什麼呢 因為險在越靠近的話 很多選民會覺得說 我這票投下去要有用 簡單講我投的人要會當選 那對柯文哲來講 他一定對當初沒有藍白 而悔不當初 因為他到地方 他要嘛就是 這種西胖說自己有五萬人 要不然就是 巧異國民黨的哪一隻小雞 他就是這一套嘛 那其實我覺得 就是阿伯那一套 在他的人設崩壞以後 他其實慢慢的 就被大家所揚起了 那他的人設崩壞 當然最主要就是凱葉那一場 藍白河最後的一場會議 他用很技巧的謀類 要去設計別人 結果被凍穿 那多少年輕人認為阿伯就直白 原來你也不是直白嘛 你就是要設計別人嘛 那這種軌跡被拆穿以後 現在變成 等於說欺負籃下 那這個到最後 他自己選 自己選他到地方 他就會發現 原來自己沒有那麼大的魅力 柯文哲為什麼現在很緊張 而且我相信他內心也很懊惱 現在選得那麼困難 然後去哪裡 好像也沒有像過去萬能空巷 所以他就 沒事就可以去指著蔣萬安 蔣萬安果然不行 蔣萬安比他受歡迎多了 他現在看到蔣萬安在 中南部受歡迎的程度 他想起過去自己就是這個場面 過去阿伯走到哪裡 腳踏車 一直對不對 一直走南北 沿途多少人加入 那現在沒有這個情況了嘛 所以大家不要被一時的那種 政治人物的那個熱度 絕對說自己都了不起 因為每個人的熱度都會減低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Boot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чик Youtuber 六星月 五星零 六星目 六星目 延分 六星目 五星目 五星目 錶